好來 繼續來看 行政議長倒影台 曾參加全國負政議的活動 占對到消主法 他拿出到他的對職 說負政單位 可以跟十分年齡的未婚青年 也就是結婚也不生孩子的民眾 透過資料 交給之後 給他們介紹中例的政策 問題是這種的作法 已經來侵犯到民眾的文書 再來侵犯到個人的資料 貼押立委都認為很不妥當 道義長今天在鄉親 說這是要鼓勵 負政黨人 透過科技 做出到更加優候的人口幾位 並沒有改變現行的措施 為新婚夫妻 專門做原愛北部 但是最近沒結婚不生孩子 是越來越多 鄉親一定有當英台長 提出改訪 他說負政單位 能將年會到 但是也要不結婚的青年 那才是結婚過後 也要不生孩子的民眾 透過資料比對 負相關單位 小介中立正確 不過算英法第二科目 各前資料留下的兩派論證 結婚每生小孩 難道是罪嗎 怎麼著農他的院長 連這個基本的 根本性都沒有 這個到底違反個資嗎 我還是強調 這個護政的部分 那是由每一個國民 他自己的隱私權 那任何人 理論上沒有經過同意 不應該去直接 來去做這樣子的做法 這樣還不錯 因為現在地獄 生不如死的那個時代有沒有 對 所以其實還是鼓勵生育 也是怕各自外洩吧 因為現在詐騙那麼倉絕 都不知道說他的資料 會不會又跑去給哪一個詐騙集團 民眾也感覺 信用率和以前未必接 不過也有人正位 可以有國家完成的配套措施 也應該要為官頭來解決 性格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推出不管是 航運專車 生育獎勵補助加倍 還有各項支持的服務 我們都希望讓年輕朋友 或是有順利年齡的朋友 都可以來組成小家庭 那麼我只是在這樣的基礎上 希望能夠更精進 更準確的來協助這些同仁們 將來透過各種的科技技術 可以更有效的直接做一些政策 及獎勵措施上面的加強宣導 導演台解釋說 不要透過保證立體 來推動信用總理測試 就是希望健全的保證系統 可以結合科技做出更有效的 真靠幾歲 哈囉 我是蔣欣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這一次是 畫面支援完結 一首是